上集講到 那个西夏郎主 听了个女儿飞龙公主的说话 于是就写下行书顺表 另外又叫人封了面 珍珠烈火旗再派人 送到大宋朝去求和 这边滴完碎 接到个凡皇 禁了个品告 他心想 自己这个时候 人马已经至喘大本 可恨的宣秀 身为三官总税 也因为厮守 不肯让我送消息到辨量 派兵增援 虽然这一次 有善善国的人马来增援 终于打胜了这仗 但是再打下去 恐怕 就要令善善国的人马 有所自喘 公主他顾念夫妻之情 不顾父皇反对 带兵来增援已经很难得 我又怎能令他更加难做呢 于是 就即时派人把这个消息送去辨量 请大宋天子定夺 大宋朝人宗皇帝听到说 西夏国的忠于肯归顺 而且还要将国宝送来 好高兴啊 马上颁下圣旨 要敌元帅黑日班师 护送真珠烈火旗来京 这个时候 因为阳清范重燕已经回到边关 所以宣秀也都不敢难阻 智能的怒爆爆地 将消息提早 又告诉庞泰斯听 请庞泰斯想个第二条 这一头 敌清终于收到朝廷旨意 于是 通知西夏国 已经接受了他们的归信 从此 要连连进攻的衰衰来朝 然后他就带上西夏的侍者 护送面真珠烈火旗 准备回到京城 商阳公主见到能够帮助丈夫成功 他也很高兴 他和敌清说 夫君既然大事已了 可以得胜还朝 那奴家 也要带领本部人马回到善善国 敌清听到心一哀 哎呀 夫人 这次敌某 能够得全忠意 救回母亲 又可以带兵还朝 就我而歌 分明 是得夫人你的帮忙 如果不是 我又哪有今时今日可以将功折罪 可以救回娘亲 我正准备和夫人一起回京练剑圣上 希望为贤妻增加风赏 另外也可以让贤妻对你的父王有所交代 为什么你反而说要带兵回去不和我一齐呢 哎呀 哎呀 富郎呀 我今次为了帮你向父王寄翻求恨 他才肯让我出来 而且在家里面还有我们一对骨肉 滴龙滴虎 这两个孩子还小 又怎能够使他们没了娘呢 所以我想来度去 我都是要回到善善国招了孩儿 但叛呼郎 你遵守乐宴 等你了了国事之后 真是善善国同我团聚啦 滴元帅又再三圈 希望湘阳公主和他一起回到大宋朝 但是湘阳公主呢 一旦也答应过自己父亲 而则那对孖子现在还很需要娘亲照顾的嘛 只要忍痛和滴元帅分别 滴青没办法 两个人只要灑类而别 希望自己尽快处理完国事之后 就回到善善国再迎娶娇妻 以及接上个儿子回来 这个时候我们再讲非龙公主 他一路已经在半路中途 离开了西夏队伍 就扮成了送兵混入了三关 这个时候 大宋朝因为这趟出征西夏 沿途只算了不少人马 所以回到头的时候 也招收了部分的西夏人来做送兵 沿途补充了兵员 这个非龙公主因为女扮男装 所以运在军队里面 好快就运进了中原 一路之上 跟着元帅 由边关来到汴京 他立刻就找机会脱身 那几万人马 小他一个人都很少察觉得到的 只不过 非龙公主当初 在西夏皇朝的时候 就立下红心壮志 一定要提夫报仇 现在一个人来到变粮 哎 孤身一个 再也不是好像以前那样 金枝玉叶这样的生活 一时之间 他都觉得很凄凉 不过几经艰苦 终于被他 运到你进去变粮 这个时候 他就在想办法 看看怎样 才可以见到庞太师 好了 非龙公主 怎样找奸臣 和自己一起密谋报仇 我们暂且不说 再说迪清 一路之上 带上几个兄弟 拔山泄水 好快来都变粮成 在城外的十里亭 居然受到当今天子的弟弟 路花王亲自来迎接 各位 在迪清第一部书的时候 我们已经讲过 在故事结尾的时候 路花王 被庞太师勾结了西夏的侍者 在太师府里面行刺他 幸好 那个西夏侍者 虽然一刀就刺入了 路花王的胸口 但是路花王的心脏 原来天生的山在右边 所以西夏侍者的一刀 虽然刺得很深 但又没有拿到路花王的命 当时庞太师他们 灾贓阳文广夫妇行省 几乎搞到天波府遭遇灭顶之灾 幸好后来包请他们一力宝举 路花王最终醒了 他记得行识自己的是西夏人 而当时阳文广两夫妻还没入到来 得了路花王这句证言 天波府才可以重见天日 那边宋仁宗知道自己错怪了蛇太君 他都觉得 好对这位白帅太君不住 亲自去天牢里面将蛇太君放了出来 又对他再三赔罪 然后更加赏灭了阳文广两夫妻 而今天 狄青经历了几番风波 也终于回到 那边狄太后听到消息早就已经要送人钟 将狄青的母亲在天牢里放出来 又叫路花王亲自去迎接 路花王见到狄青都不知道多么开心 就说表弟 我是奉母后之命 和你一起回到我们府帝之中 唱醉离情 今天先和我们王太后 以及你母亲见面聊天 明天再去见假 狄青听到就说 哎呀 这似乎不合规矩 无论如何都要先国后家 等我见过圣主 将这几件事情解释明白 如果圣上肯望我一面 射过我誤走他国之罪的 我到时候再拜见孤母 和路花王他们一起出来 迎接这支外旋之师的 还有几位开国亲王 好像屈慈家 夫妍家等等 几个王爷都一起称赞 这个少年英雄 果然是有胆又息 旧息大体 第一 在大殿之上 敌清 就是将自己 为什么会誤走善善广 后来又怎么样被逼 被善善国王的招聚为誓 然后呢 自己又得到襄阳公主的体量 可以继续带兵去精伐西夏 及后兵困百合关又得善善国 带领人马前来研究 湘阳公主杀败了星星罗海 这才使得西夏归顺 献上烈火珍珠旗的事情 一五一十在大殿之上 全部都说出来 宋仁忠听到 他点点头 他说 敌清用人不明 知道不走他国 和其他国家善自开兵 这个实乃大罪 知道后来 能够入罪善善国 还使得善善国后来出兵相助 我们大宋朝得了之强力备绑 从此之后西夏人身边 又寻了一只猛虎 这个可以说是我国之行 敌清在渡正西 修复西夏 还依照国将原来之言 将烈火珍珠旗都已经收起来 看来 他是罪小公大 这样 这次西征之仁 人人都家官一级 敌清就家封为平西王 至于开始大错路的朝廷贵 一切祸事由他而起 他就功过相抵 依然留在三关效命好了 开始的时候 朕听说敌清孤父天恩 还将他母亲混入天豪 令老人家受了委屈 现在既然敌清班师还朝 朕就准备赐他一座平西王府 这座王府由太师负责监工建造 建成之后 将老太君接入府中享福 人中皇帝其实 他的心很清楚 今次西征 分明 庞太师曾经洗过一些横手 尤其敌清虽没说明 但是众人听他的说话都猜到了 敌清带领人马西征兵困白鹤关 为什么不敢派人来向京城求救 反而要善国派出援兵呢 分明就是庞太师的女婿孙秀 曾经做了什么手脚 阻拦敌清球员 这件事如果追究起来 孙秀肯定要被查够担悟军机之罪 但是既然现在大事已成了 那自己也要给点面 自己这个外府的 于是他就叫庞太师负责 帮敌清监造府邸 其实就是要制造机会 让他们两个人就可以重新和好如初 但是庞太师怎么会这么顺炭 和这个敌清重新办没事才可以 表面上虽然他也恭喜敌清 但是心里面是 就生气得咬牙切齿 心想 岂有此你几次三番害你不死 反而搞到这个臭小子恩和得福 你看着来 你看着来 还需要有人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好了 这头来我们再讲个飞龙公主 她一心要为夫报仇 混入了汴良城之后 女扮男装 在城中住落之后就天天打探消息 过了两个几月 终于明白了 唐太师看来 是继续会和敌清作对 飞龙公主心想 终于找到这个机会了 我不如找机会 见到太师 跟他讲明清楚来 然后请他帮我找机会 落手的就行 于是这一天 来到尚府门前 他大胆就上前求见 守门官就问他 你是什么人 我叫李飞鸿 原本在三关军营里面 现在我有一段机密军情 是孙尚书 要我过来 告诉太师知道 门官听到 走走眉头 孙尚书 如果他派人回来 肯定就已经早就拿出书信 或者其他的记忆物件 来向我通传 有什么理由 空口讲白话 你叫人分明白状 喂 你如果要见太师 我们的规矩 你知不知道 什么规矩 我不是那么清楚 正所谓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有人要见商业 那让他们查一下 你够不够资格 才可以 飞龙公主一听他 这么说 知道他什么意思 这样也容易 即刻在包裹之中 拿了银两出来 门官接过之后 心想 我虽然知道他白状 不过付钱 给得这么顺探 唯有 都跟他通传一下 于是 就在里面品告 上爷 外边有个人 叫做李飞鸿 说有段机密军情 要面见上爷 旁太师心想 李飞鸿 还没听我这些人 而且三关之中 如果真的有什么事 为什么我女婿 不预先来告诉我 既然是这样 叫他进来 看看究竟是什么回事 于是 他就吩咐说 带他进书房来相见 一进到书房 飞龙公主就跪下 泰斯在上 李飞鸿向你叩头 旁太师一看 咦 这个男子 只是二十多岁年纪 三关的人 天天经历风伤 哪有像他那样 面如肤粉 那样白白正正 你看看他 鸥蛋面 鸥蠶眉 一对丹凤眼 听他口音 又不像是中原人士 李飞鸿 你究竟有什么说话 要跟我说 太师 小人有机密事情 希望太师 你叫左右退下 我才好将军情品告 庞太师再定神打量一下他 看他瘦瘦瘦瘦瘦的 应该都不会够胆 对老夫做什么事 于是一摆手 就叫书童家丁 全部退开 说了 究竟你身上有什么机密军情 要跟我说 那公主见到左右无人 他才说 启品太师 我不是李飞鸿 我是西夏国公主 飞龙士雅 我的驸马叫日克利 被狄青杀死一名归阴 所以才立心要和丈夫报仇 今天参风露宿 终于潜伏到来这处 希望太师 你帮我找个机会 仇人仇人 才可以报到我心头大恨 庞太师一听下就怕 你是西夏公主 老夫 怎么才可以信你 太师你如果不信 你仔细看下 我耳珠之上 有九个耳孔 这个正是要来戴耳環之用 只不过我怕就被人看穿 所以 先不知将它遮蔽 太师 太师仔细在左耳右耳一看 果然两只耳朵有九个耳孔 庞太师也听过人说西辽风族 在西夏国境内 一般人间最多在耳朵里面只能打三个耳孔 只要戴九个耳孔 这个是西夏国的国礼 飞龙公主就怕着中原人看出 所以先用胶粉加上胭脂 塞住那九个耳孔 再加上女扮男装 一般人又怎会将面红在大男人眼前来看呢 所以如果你不是靠近他面前就很难看得到的 庞太师看完之后 原来是西夏公主嘉林 那老夫刚才就多有怠慢了 那知道公主你打算怎样报仇好呢 太师 奴家 副军在战场之上和敌清交手 如果他明刀明枪战败而莽 那我呢 都没什么怨恨 只但敌清 他是用法宝伤我夫郎 用尽这些阴谋手段 我 我怎么都不心服 我知道太师 你也很生敌清的 所以希望太师成全 奴家是女儿之身 如果能够找个机会 我嫁入敌府 只要能够被奴家潜伏在他身边 我就会找到机会将他杀死了 旁太师听过这样说 再仔细打量一下 这个飞龙公主的容貌 刚才觉得他是男人的时候 已经觉得个官仔骨骨 看个样子 跟自己收买那些进肖书筒 都有得一比 已经是有点心痕痕的了 现在再听说原来他是女子来的 哎呀 如果作为女子来看 他是身材渺调 肤色雪白 现在虽然穿着男装而已 但是只换上裙差 肯定是别有风韵的吧 他打算加入敌府 然后找机会行食敌清 好 这个的确好计策 只但在亿敌清之前 不如先亿敌清 一想到这里 旁太师是当堂有些人心 各位 这个飞龙公主想着 要借这椅加入敌府 然后行食敌清 究竟他这个心愿可不可以达成呢 下集再说